好 我們來歡迎劉燕 來 嗨 大家好 我是燕子 然後 我同時也是今年的Close Cup的實習中的總召 然後因為就是當時有聽到很多鬼有缺人 所以就抱了一些 抱了一些鬼 然後呢就默默的今天應該是成為 史上投最多稿的人 對 同時我應該有四篇稿吧 就是今天跑來跑去 同時還做了Closing 我應該是存在最多一層的人 好 那今天這個一層鬼呢 其實當時在寫的時候 其實也是看了陳夏那時候有 講了一些觀點之後 我覺得 好像可以稍微的再提一些 我覺得 因為剛剛陳夏可能是從 比較老師的一個面向的 就是 輔導老師 對我們 因為這個案子當時被 當時這個案子 陳夏的角色 其實有點像是輔導老師的這種角色 因為當時在整個標關裡面 其實寫的它是在一個輔導的 輔導培訓專案中 然後我是當時的這個案子的負責人 那在這邊同時呢 在我們 我這邊的角色 比較像是跟這些社區 實際上去做一些溝通的那個角色 那這些社區其實 跟他們在溝通的過程中 我自己是有一些些的觀察 那我其實覺得 有一些社區 或是有一些地方政府 我自己發現 他們其實做得不錯 然後也因為這樣呢 我就覺得這些做得不錯 或是其實有持續在用的 或持續在 持續在使用記憶庫的一些人呢 我覺得 或許這是給我們很值得去鼓勵的 還有就是很值得 把它稍微的做一下整理 以及觀察 所以一似乎有了這個起心動念 當然這個起心動念呢 我當時也還在 稍微背景介紹一下 就是過去我的 過去我的工作紀念 前面四年呢 其實也都是在 國家文化記憶庫的專案輔導 專案輔導的東西裡面去做服務 那 主要是under在資社會底下 這個專案 專案底下裡面去做這個專案 那 可是因為在這個做的過程中 其實我就發現 其實有很多社 剛才如同剛安城下講了 有些社區有那種很痛苦 可是有些社區也會來跟我 分享一些他們的痛苦 因為我就作為那一個 在正中間 去轉譯雙方的這些的一些角色 那當然 在這中間呢 因為我覺得我大概懂 其實因為常常 當對文化部錯誤解釋CC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說 其實你們剛才可以聽完這個 那我這邊可以跟你講 怎樣是正確的 那其實你們可以稍微的接受一下 當然也是有一些些人有提進去 當然有些人沒提進去 那我就很好奇 到底有多少人提進去了呢 所以 我當時呢 就在下班之語寫了一支 就是 算是整理了一個 算是用 算是就是用 去追了大量的這些 每一個社區 所以 基本上 大家知道 可以去追那個 大家的 RSS 也可以去追 可能有一些 對應的大家的 可能FB啊 相關的 相關的粉專 還有大家可能各自 各自各個單位的一些網站 所以 當時我就把這些補助單位 還有就是有用過 用過 用過就是所謂的 記憶庫 因為 國家文化記憶庫這個 還蠻好 只要一搜尋 你就會看到有如果它有用 而且因為 這其實也是關係到 某種程度也拜那個文化部 大家標示錯誤的所思 因為你只要 你只要用那個所謂的 Google Alert 去訂閱文化記憶庫 跟國家文化資料庫 還有收成系統 這幾個關鍵字 你就會看到有多 每天每天 每天每天大概至少都會有兩到三則 大家去誤用 就是去 去做了這樣的一個CT標示 只是單純的指標 國家文化記憶庫 這樣一個 我自己也 目前我自己在 在 自己在抓 用這幾個Alert 去抓的一個情形 對 那抓完之後 我就把這些東西全部 匯進了InnoReader 然後再用InnoReader 匯到了Mac 就是 Mac.com 那就是大家知道 是一個Nuncode的一個 Nuncode的一個模式 然後 把它 抓進來之後 再把它自動存到 就是 自動存到Google Spell訊 然後我再去做 後續的一些分析跟整理 當然就是 截至呢 我剛剛 剛剛我看了一下 目前我抓到的量 就是截至就是 等一下網址 大家也會再提供給大家 到共筆 就是 基本上目前大概截至到 目前為止 截至到6月 6月30號 對 是6月30號 對 6月30號那時候大概是抓到 2900多筆的相關的一些 應該是講到今天是剛剛 剛剛去看的最新的數字 大概是2900多筆的 就是 有剛剛各種不同這種類型的一些情形的一些資料 那 在看這一些大家在用的同時啊 其實 也是有觀察到一些地方 或一些 大家可能做的還不錯 那 大概也大家知道 就是其實 剛剛這2900多筆 裡面的一個大概的分 分佈的比例 那其實因為 畢竟國家很花記憶庫 當時 因為剛剛這個BUG 而抓到這樣一些相關資料 你就看到就是 有大概50%的文史團體 他持續的在做這些相關的使用 那 其實有一些新聞媒體 還蠻愛用的 那 新聞媒體就是 比方說是聯合報啊 我覺得聯合報 是蠻串蠻常用的一個媒體 然後 只是我看到聯合報的時候 我自己心中就會想說 可是聯合報你們自己本身 的那個 收照片 收照片的收費都收草櫃的 對 然後另外就是甚至就是 不過也 這些新聞媒體裡面呢 其實也觀察到了一些 舉方 就是說 像一些地方的小報 比方說那個花蓮的那個 更生日報 而花蓮更生日報 他引用的時候就是 欸 糟糕等一下後面再講 他就是他就 他就做得非常 就是仔細的 真的去做了正確的引用 就是 花蓮文化記憶庫 還有就是 當時可能所做的一些人的 背景 然後花蓮裝 還有一些背景的一些資料 那一些數位新創 其實也蠻愛用的 就是目前看到 如果按照這樣一個比例去看的時候 數位新創我大概指的就是 那個在賣 那個在賣所謂的 大家有聽過故事嗎 故事studio 那其實故事studio 我們有我自己有發現 他其實 我覺得他有點tricky 就是我 我有試著去訂閱他的一些 他早期就是他大概有一個時段 就是 就是我這邊所謂說的 像解代指代是故事 故事或巨大台灣這一類的 感覺有在賣他們自己的 content服務的 這樣的一個相關的內容的 那這一類呢 其實這12%裡面 他們做的事情啊 故事早期他很多文章 幾乎都是全部公開的 他那時候也沒收費 所以他有大量的這一些 他其實他那時候沒收費的時候 他也有做一些CD版NC的資料的使用 然後他確實 他剛開始也是蠻乖的 有去做一些相關的標示 可是他後來呢 開始去做他的訂閱制之後 我就默默的打 我訂閱制之後其實我能夠 他剛開始有一段時間就是 他訂閱制我竟然是爬 我不知道為什麼爬得到 因為點進去你就發現 他是訂閱制文章 可是他卻有RSS 他的RSS還是有在推送 所以我就爬到了說 他還是有在用 可是他的標示就是 他的標示狀態就是 基本上你就會看到 只剩國家文化記憶庫 或是國家文化資料庫 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政府機關的話 我覺得政府機關 反倒這些政府機關 有一些FB 或是有一些地方 在經營的時候 反倒是蠻用心的 去做很詳細的標示 我覺得這可能也關係到 就是這些政府機關 因為他不是文化部 這些政府機關所指的可能是 苗栗或是桃園一些地方政府 這一些他們可能 當時在受捕捉 被要求要寫得很詳細 所以他們也跟著 在經營FB的時候 也去做的那個很詳細的標示 等一下後面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這看到的時候 就覺得 這個這好像跟當時 他們被文化部要求的時候 而有的一些態度 而造成他們在後續行為的時候 有的一些差異 然後也有看到一些8% 是一些一般民眾 然後也有一些學校 學校我覺得 他不敢用的原因 不太去對 不過之後可能 我們再可以 大家也可以再做一些交流 好 那就來看一些 看起來不錯的案子了 我自己一直蠻喜歡的 而且上一次就是 CCCC有受那個 OCF邀請的 AYI那個演講 我們跟國外的一些 NGO分享的 我自己蠻喜歡的 就是當時 胡蕊圈村的這一批 那胡蕊圈村的這一批 那胡蕊圈村的這一批 的資料 當時因為在跟我 因為他算是我手中 去直接輔導的一個案子 所以我一直說服他們不要去 送到是CC BY CC BY這件事情 C BY NC 我希望他們都是CC BY 所以當時他們有蠻多 都是去簽 簽都是簽CC BY 當然後來有可能有一些 我知道的狀態 他們後來好像還是還是 最後釋出還是用CC BY NC 可是我覺得他們做了一個 很有趣很有趣的事情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 他們在經營這個社區的 經營這個社區的時候 他們自己本身的FB 他們自己本身的FB 他當時辦去年他2022年 辦了一個 胡蕊圈村的一個漫畫大賽 那他辦這個大賽的前置 就是他大概花了3到4個月 把過去在國家文化記憶庫 去徵集到的這些全部的這些照片 就是定時的去做釋出 那釋出只是 你不算釋出 他就是在他的FB宣傳 鼓勵大家連回記憶庫去看 他那個CC BY 那個可以自由使用的一些素材 那大家看完之後呢 也會說 欸我看到這個素材 覺得哪個東西我想要去考究 他就會說 那你歡迎來跟我預約 去我的本來這個眷村 去看一下本來在眷村裡面的 那個實際的景 然後呢鼓勵大家 就是他就會 他就會給那個 要投這個漫畫大賽的人 去做這樣的一個操作 我個人會覺得是一個蠻 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案例 就是他我看到他這個 後續的這個應用的時候 就會發現 嗯果然當時還好 有一直推他去做這個CC BY 然後接著呢 他可以拿這樣的東西 然後去辦這樣的一個比賽 然後確實他當時辦這個 因為他辦這個比賽也是拿了 應該是拿文化部另外一個社區 青年春落藝文相關的補助 去辦的這個比賽 對 然後他辦這個比賽片 所以他也吸引了 大概有7到8組的漫畫家 就真的按照剛才這種模式 因為看了被就是 被開放出來的相關資料 然後再回頭去看這相關的一些 一些網站 那其實呢就是 那其實呢就是 剛剛有講到的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地方呢 其實這個我覺得是 為什麼我覺得他可以更好的 這是另外一個我覺得還不錯的一個例子 是石門水庫的那個千春的一個記憶的一個案例 那石門水庫的千春記憶的這個案例呢 我覺得他後面的這個 我不小心追蹤到了他這個後續的發展 也是蠻有趣的點 是在於說 呃這個團隊啊 他當時呢 當時他所釋出來的這些東西啊 因為他當時就是 我記得他是低於 如果我沒記錯他是低於 因為他低於60% 所以他是使用那個 警線公開 他本來是警線公開瀏覽的 那 警線公開瀏覽的這個狀態呢 他當時有公開的這一大批 有蠻多是警線公開瀏覽的 可是 當時我就說服他說 希望你 好歹你至少幫我做個1100NC嘛 就是你 我們這個補助 因為我覺得那時候我在自己實際上第一線跟他說服的過程就是 你看別人其他社區都1100NC 你不1100NC 你這樣對嗎 那時候就說服他 最後等於是把這一些石門水庫當時在興建之前 我記得他的相關的內容是最後是1100NC出來的 那我覺得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當時也用了一個蠻有趣 可是也蠻tricky的一些方式 因為這是一個社區的案子 桃園市文化局理論上他如果要再用這一些東西 變成那個 他實際上 因為他去年的 地景藝術節 就有去展這一個相關的故事 他蠻有趣 他就直接拿了當時 這一堆CC100NC的東西寫入標規裡面 然後變成一個他想要策展的一些標的 希望你去策展 然後剛好就是這個團隊 他本身這個團隊又去 他就去接了這個案子 等於是 變成說這些東西 他當時雖然CC100NC出來 後來又有長出的一些 因為桃園市政府看到這些CC100NC 可是他不能直接用 所以他用發 他發的另外一個策展案 讓這些東西又持續的在那個所謂的 那個地方在哪裡 就是桃園地址因素節去做了一個展出 那剛才講到就是 我覺得剛才桃園市政府這個做法我覺得有趣 然後接著另外一個我自己觀察到的是 苗栗縣文化觀光局 這是一個我覺得他從 他從就是 他 我後來大概的感覺 因為他基本上就是苗栗縣文化觀光局 他把他手中所握有的幾個各種不同的粉絲團 他後來都想不到他每天要發什麼內容 所以基本上他就開始就是 他有一個叫文化創意新苗栗 然後我記得他還有另外一個應該是叫什麼 苗栗陶藝什麼什麼藝術節 什麼什麼東西的這一個相關一些專案 感覺應該是看起來應該是同一家 同一家就是經營臉書的團隊 可是他很聰明的點 他幾乎每天每天發文的時候 他就直接去引用記憶庫的資料 可是他就是 不過我覺得他很可惜的點 他其實算是標的非常清楚 就是 就是標的非常 基本上完全按照就是在系統當時建黨 因為我們每一個當時建黨的那些人 他把當時建黨的男位都有把他 全部標上去 然後因為我在猜應該是糖果創意去接了 因為糖果創意當時被 這被刁得非常嚴 所以基本上他引了非常多糖果創意相關的一些東西 就是他自己本身這些過去做的一些東西 不過很可惜的就是他沒有去標 他到底實際授權是什麼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這張原圖的授權是什麼 然後 過去曾經當過的臉書 FB 記憶庫的臉書小編的時候 我曾經幹過就是 他每一篇底下貼之後 因為他這就很好找 我很容易找到他原始的資料是哪一筆 我就會Copy起來 然後去搜尋 然後貼在他底下 你的原始的時候 你的原始的連結在這裡 然後這個小編也算是比較 Friendly 他就會跟我互動一下 對齁我們可以貼一下 可是他還是沒有標像CC的 相關的 by的相關的一些東西 不過 我覺得至少他在這個層面上 我覺得我自己的觀察是 好尊重原始創作者 而且 他靠這個模式 後來發現 感覺應該描迪自己本身的彈藥 彈藥 彈藥禁絕嗎 對 感覺描迪自己本身已經彈藥禁絕了 所以他開始標一些那個 他開始找一些就是 一樣在國家文化記憶庫中別人的資料 可是他也是做的蠻想盡的這樣一個 尊重原始者的 原始創作者的一些姓名的標示 大家看到就是非常的多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應該他至少有三到四個不同的粉專 包含他自己文官局的粉專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也幾乎都是用這種模式再去做 經營的 我覺得蠻有趣的 可以跟大家做 看到了這個有標示的 對這個有記得標示的 對 好 不過就是他常常會忘記啦 然後我就會去做簡單做一個提醒 那接著的話呢 我覺得另外觀察到的就是剛剛講到 我自己覺得有一些其他的可能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剛才前面看到的就是除了有一些 就是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的 繼續延伸的一些應用 那接著也看到了就是說 也看到了就是像那個政府機關 他可能會怎麼去實際上用這些 出來一些資料的一些操作 那我覺得自己也看到一些有趣的一些應用 就是在更 他可能沒有接過記憶庫 他可能也就是更地方的內容文史工作者 他的那個做法我覺得也是 也是蠻有趣的 不過他出現的這個情形 你就會很容易找到他的這個情形 他就是直接會去標 就是他資料來源是國家文化記憶庫 他就單純的也是直接 只有做這樣的一個標誌 可是 我覺得他們做 他們就是也真的蠻用心的 就是比方說他可能每兩三天 就會去找兩三張然後去PO出來 跟大家做這樣的一個分享 然後因為我只要一看到 我就會去把它Copy起來 去做一下紀錄說 你又有用了 對然後這個團體其實 我覺得這個團體也蠻有趣的 他是一個在高雄市 因為就是我看到了之後 最近我就會開始 因為現在已經不在本來的團隊裡了 所以顯然沒事 我也會跟這些用的人 再多多的一起聊一下 就是說正確的標示方法是什麼 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他 接下來的標示是正確的 因為這個其實蠻有趣的 因為這個本身背後 這個警政文庫背後 在今年是一個高雄市 高雄市警察局裡面的一個 在編雜誌的一個警察 對因為我就是看到他一直在用記憶庫 然後我就去跟他聊天聊了一下 然後我就跟他教育了 如果要怎麼去正確的標示會更好 所以他有越標越正確的一些趨勢 所以大家可以 我是有點期待他接下來 會好好的做更多的標示 因為他其實同時在把台灣的警政的文化寫成 他是碩士論文吧 還是博士論文有點忘記 他就同時在一邊當警察 他以前是霹靂小組的 我覺得是一個很神秘的一個背景 而且他去全台灣各地找各種廟中 可能有警察異象的圖也會把它拍回來 對這邊也在希望他之後可以把這些 他到處拍的這些很神秘的 廟中的警察的傾向 或說為了警察跟在地公廟合作 去做了很多各種不同的護身符 這些相關的圖 他收集了大量的圖 就是我跟他說 你這個如果之後能夠授權出來 開放出來給大家看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喔 對 那另外其實我覺得就是記憶庫有更多的 其實我覺得更多的是這一種 看到的就是更多的是這種去追憶他們 過去的明星的 過去一些明星 或是就是應該不是我這個世代的這些相關明星 對不起 我下跪 對不起在場的各位 我對不起 對 那 張羽生是我這個世代的 對不起我要先澄清 對我講錯了 對好 那因為他去引用這一 他們就是 一旦可能這些相關明星 因為他們這些粉絲 這些粉絲專業或說這一些 一旦有相關的新聞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去 我覺得蠻有看到一些有趣的行為 比方說像張羽生的可能會看到裡面 把他裡面全部的張羽生給宰下來 雖然裡面有一些是理論上是 僅限公開瀏覽的 他們也把他全部都 宰下來然後去做的一個整理區 做呈現 整現在是自己的這個 算是公開的FB社團裡 然後他們可能覺得這都沒有授權的疑慮吧 對 然後接著第二個部分就是有關於就是 有一個就是台視他自己本身在經營的那個 每一人生的那個劇品 每一人生的這一個討論區 我覺得也是蠻微妙的 他們就他們本身有拍到哪裡 他們就會去記憶庫找相關的一些場景的照片 然後放出來整合起來跟大家分享 喔這是 這是我們當時真的怎樣的一個地方 然後多序的一些照片 然後也有那種就是很瘋狂的 像右邊的那個陳玉蓮 他基本上就是記憶庫中莫名其妙超級多 對不起 我是不是又講了不該講的話 對 好 他就是 他就把他全部也是把他全部就是當不下來 然後去做的一個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呈現 然後可是只是他就是 他標示上的 基本上也都是只標到就是 國家文化記憶庫 那因為他也不會去標 不過其實我會找到他的原因是 他其實他其實理論上他是去 我去看了他的網址的來源 他其實是去的國家文化資料庫 因為他後面其實寫的是NRCH 可是他就是他標剛好打錯字 因為這幾個字實在太容易打錯了 對 然後接著呢 就去做的這樣的一個資料的引用 那其實綜合起來來看 我自己是覺得 有看到就是說 因為持續的我還持續的我這隻機器 類似類機器人的狀態 也是不斷的有去爬 然後或許說 目前我也按照就是把爬到的一些資料 我希望再更有系統的整理 就是目前用一個AirTable 把目前爬到之前爬到的這些SHIT 稍微再去做一些盤點 然後像有一些他的平台管道是什麼 或說他的創作跟著作人實際上什麼 還有就是他的實際 這個部分就包含了他實際上應該正確的標示什麼 會不會稍微再做這樣的一個盤點跟整理 然後他的使用的族群 還有就是目前記憶庫的 他當時記憶庫的一個餐飲 他是不是有記憶庫的背景 還是根本就是一個外部不是記憶庫相關的人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他記憶庫資料 他怎麼去使用這一筆資料的一個 他的可能重新創用之後的一個結果 他可能是把它包成一篇雜誌的文章 因為我知道國家地理之前肯定就引用國家地理 國家地理雜誌曾經引用過 曾經引用過記憶庫的一些文章的資料 去做為他們雜誌的一些內容 那我自己 他當時有做一些正確的標示 剛好因為那個是CC0的 可是他也做了正確的標示 那大概我覺得這一些相關 就是簡單一個就是自己 從過去在這個專案裡面 然後同時持續的在觀察 跟陪著這些社區的工作者 然後也去做了一些簡單的小觀察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燕子 那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是有什麼想法 還有請 我想偷問一下 因為他的授權是CCNC 但是其實臉書在張貼照片的時候 其實你會授權給其他人 尤其是公開的粉絲專頁 會授權給其他人利用 那這樣其實是一種 就是 license violation 不是嗎 那就是文化記憶庫那邊 沒有任何的表示嗎 我現在不在文化記憶庫了 我不知道怎麼 其實沒答錯問題耶 這個 對於這件事情來說 就是說 在文化記憶庫這邊 看到這些東西反而是開心的 因為看到別人在用了 所以他沒有特別去做任何的 我知道到目前的狀態 沒有去做任何的解釋 然後因為 當我有爬這份資料的時候 也被 就是記憶庫 那個在就 就知車會這邊 也會基於這份資料去寫 也有去寫他們的 廣告資料說 喔有多少人去使用的 在記憶庫 在FB上有多少人去使用的 這樣一份資料 不過剛好我就是把這些資料爬下來 那我就知道 有這些證據可以留下來 這樣 不過我目的不是為了證據 我證據 我目的就是真的好奇他們在做什麼 對 對 記憶庫的經營團隊 自己在上這些NC的素材的時候 比一分社照團隊更蠻恨更直接 所以他們不會去查這些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問我的建議的話 我會建議是 其實要上人家的NC素材到FB或YouTube 最好還是用中低解析度 因為等於是說 無論如何就是回歸到合理使用 那比較建議的方式其實 像FB現在你貼連結 記憶庫原來的頁面連結 他就會幫你縮圖 其實這樣的方式風險性就更低了 那這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不抗議 而記憶庫是一個平台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要抗議也是原來的作者抗議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近期聽說就是有爬到 因為這個爬法等於也是同時會卡到 他們在吵架的過程之類的 所以裡面應該有一些他們吵架的過程 然後我這AirTable有開放大家 大家也可以歡迎自己接回去看看 對 OK好 還有問題或是有什麼想法要發表的嗎 好沒有的話 那我們謝謝燕子 謝謝 好那也謝謝今天在場的各位 今天這是法律鬼最後一場 也謝謝今天過來聽 那大家可以移架然後去聽Lightning Show 要移到另外一棟建築物 記得要聽閃見講的 要移到另外一棟去 好謝謝 謝謝 嘿 好謝謝你 請問請你們還要用 製工的製播主 製播主 你們還要用嗎 沒有了 那我就這個關製播 對 所以我還需要在Telegram上去 Tag 人嗎 那我如果Hempster說 Tag 大家會過來 過來幹嘛 過來幹嘛 因為我想要拿錄影 對 因為我想要怎麼樣 沒有 沒有今天的錄影 今天的錄影 今天的錄影 對 我問一下 我問一下 因為大家會期待 有些人會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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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會電話 有些人會電話 我會電話 有些人會電話 會電話 找到 我呢 我要摔倒 沒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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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不會啊 去 我今天不想試一下 我本來覺得還好耶 因為後面有一點很好接受 瓜哥一定會有一個自己的頭髮 對 雖然其實原本主要就是 因為原本葉子還在扣上 好的那個系統 但有一點是行政策的座品 那是怎麼那麼好 那是怎麼那麼好 我們不知道他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就是因為他沒有經過 今天就走得到越來越遠 但是我覺得他的頭髮蠻簡單的 他就是 我沒有想講這個 但是我覺得直接講這個不是真的 所以 所以有一些大架構 先講一些大架構 然後再講他 原來你是要講什麼東西 所以我會這樣講 我會這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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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有點重 其實因為 我記得E8 19還20 我就講過 他在用電燈 就是也是有點像爆水 我真的講 因為我們講的 因為對法律學來說 尤其他在做所有的法律 就已經資格過了 那這些老文家 這 kinetic的那些 是在這個公平的法律 也是在這裏 還是在這裏 都被我們訪問 4個呢 我們在這裏 有一個大朝陽 那些離開 有一個女生 這裏 那些靠近的 有一個 Pad的 你